大家好,欢迎收看《平铃正法》煮食天地 我是陈叔叔的Peter Chang 今天要教大家煮一个非常好吃 又容易煮又健康的菜 就是 番茄、薯仔、芽菜仔、红萝卜 煲排骨汤 材料非常简单 姜 薯仔一个 番茄一个 红萝卜两条,一条大一点,一条小一点 芽菜仔 排骨 大肉的排骨 盐 就是这么简单的材料 尽量不用太麻烦,太多配味料 就可以了,全部是吃完后 首先把姜切丝或者切片也可以 好了,两片就够了 如果你喜欢吃姜的味道 你可以加一点,多一点也无所谓 但千万不要加太多 因为它会将那个 汤和肉味盖 我把红萝卜切了一片片 如果你免得切一片片,可以切一块块 红萝卜就比较难 它会很软,切片就很容易软 而且我本人不太喜欢熟红萝卜 我切片的话,它就很软 然后油口很快就化了,就可以了 随便利 切片 接下来,我将薯仔切一块块 薯仔不要切得太小块 因为煮的时候,它很容易就会软了,化了 切大块一点,但千万不要太大块 吃起来的时候很难吃 接下来,我切了一个蕃茄 切一块块 如果你喜欢的话,其实蕃茄可以加两个 或者两个半都可以 但因为我本人不太喜欢吃蕃茄 所以我就加一个 但蕃茄是非常有营养的,所以你 我提议,如果你喜欢,你加两个 不要学我 因为我不喜欢蕃茄 所以我才加一个 但是如果你用两个或者两个半的 味道非常之好 你喝起来,你会喝到一些 浓浓的蕃茄味的了 芽菜仔,洗干净之后呢,就被用 那你不要 现在落黄 因为芽菜仔很容易会煮到没有了 那通常呢,差不多你那本汤 70%或者80%熟 然后呢,倒下去煮 那你当 裹好之后呢,拿出来 你喝碗汤的时候呢 那些芽菜呢,还是很鲜脆的 如果你一太早下呢 会变得淋了 有些就 没有了的 那因为我喜欢吃芽菜 所以我加很多 那这样呢,芽菜呢 你煮完汤呢 也是会缩水的 所以呢,你喜欢吃就加多一点 那好像我刚才所说 啊,番茄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多一个 到两个 两个 两大一小 排骨呢 就 用水洗一洗去 那呢,就 可以煮的了 那如果你是比较 啊,细心的人呢 你可以呢 先用些 滚水 过过水 煮叶了去 但是这一只排骨呢 是很干净很干净的 用手洗一洗就OK了 那随便你啦 随你自己喜欢啦 那呢,我就 就不用水煮去直接 下锅啦 洗干净之后 那我现在 将所有 切好了 和洗干净的材料呢 就放入这个 煮那里啦 跟着呢,下水呢 就可以开 火煮的啦 那跟着呢 我们就在这个 煮那里呢 加满水 开大火煮 盖上盖 那盐呢 那盐呢 一般来说呢 我喜欢呢 当那些汤煮到大约 百分之七十 或者八十熟的时候呢 我才下的 那上面试一试味 那呢 就千万不要太早下些盐 因为呢 有时候呢 会影响一些肉质的 啊 但是有很多人呢 又喜欢呢 在煮熟了那碗汤 然后再下些盐 那呢 就 比较容易呢 控制那个 咸不咸的味道啦 那随便你呢 那我呢 就是大约百分之八十的时候 我就下盐了 那一路呢 盖了盖 大火煮去 煮到滚为止 那呢 现在我们将那盆 湯 开大火 去煮 煮到去滚了为止呢 然后呢 我们开半边盖 转了做慢火 来煮 转到去滚了之后呢 那我们又是 保持那个半边开 然后呢 就用小火 煮煮煮煮 那一般来说呢 煮了一个钟头 四十五分钟到两个钟头呢 就一定会熟的 因为排骨呢 很容易熟的 啊 那你可以到时候 用个筷子 撩一些排骨 如果肉呢 鬆了 很容易就脱了 出来呢 那就是证明呢 这个超级的 那个猪肉都熟了 那猪肉一定会熟的 很熟的 很熟的 那不就会有山腾和菌的 那些 湯呢 熟了一会之后呢 大火一下 那你会看到 有很多泡沫出来的 那你要将上面的 棘粗呢 就在汤里 那些湯呢 就撇了很多渣了 那你就不断的 撇了很快就会撇得很干净的 那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些少少渣菜,就撇上去 然后把盖开一点,然后把火变成中火,又继续煮 是时间打开盖来看汤的味道 汤差不多已经八成熟了,所以我现在就立即将牙齿倒下去 在放完牙齿之后,煮汤煮到八十几分熟的话,我就开始放盐了 通常我会放半茶匙的盐,或者一茶匙,看煮汤的数量有多大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我提议你最好先加少少盐,然后试一下味道 不够浓的话,你就再加一点 千万不要一加太多,到时整煮汤就太咸了 那你自己记住,汤煮好了 那我现在就把它披了出来,看看煮得怎样 汤已经大功告成了,你看看多漂亮,多多排骨 自己煮的汤是最好吃,最有营养和份量的料最足的了 而且下晚是最漂亮的材料 煮汤煮好了,试汤时间 哇,又甜又好饮 尤其是对身体非常健康的,很简单的 还有很多肉食 大家在家不妨自己煮吧 是不是很容易很容易就算你从来没煮过汤的人都可以做到的 这个汤是不是真的很容易煮啊 又好饮,又有营养 还有呢,价钱是很便宜的 啊,这样呢,多谢大家收睇我这个 朋友请快吃吃天地啦,如果可以的话呢,给个like啦 介绍给你的朋友看啦 啊,订阅啦,订阅不用钱的 那么呢,近来有很多香港的移民来到加拿大 那么呢,有很多都是年轻人啊,不懂煮东西的 那么呢,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个channel 因为我这个channel主要是将一些比较复杂的菜 用去简单化,像你看看这个汤 很容易啊,你根本不需要什么任何的技巧 那你跟着做,立刻进去换很漂亮 很有营养的汤人的啦 那呢,平衡精快做了很多集的啦 那你喜欢的话呢,就去我的目录Paylist 那里选来看一下啦 那在这里祝大家生体健康晚事愿意 下次见啦,拜拜